旭暉今早開始之前是停牌的 下午回來就復牌 中午時出了通告 原來內房旭暉會先舊後新做一個配股 涉及大約是3億股 每股作價是2.06元 比停牌前2.29元作價折讓一成左右 籌不是多 是籌6億左右 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債務再融資和一般營運資金 Stanley 會不會覺得意外呢 因為上一天他出終極業績裏面 他第一版才說自己截至6月底 手頭現金充裕有成312億人民幣 而且他去年11月才做了公元股 是20公一 當時籌了16億8億 現在又為何估計他為什麼又來做這個 先舊後新配股呢 配都是配6億回來 估計他有什麼盤算呢 我自己看 意外有一點點 但是如果看整個內房來說 特別是民營企業的內房 他們的資金需求都是比較大的 當然 旭輝去年年底的時候做了一個公股 都集資做了一些錢的 就 業績之後可能有一些市場上 對於股份可能也有些需求 所以也都令到公司可能願意在這個時候就很快樂地做了一個配股 去做一個集資 拿回一點點錢 雖然金額確實就不是那麼大的 但是在現在那個叫做資金流極不明朗的環境下 拿得多少都是一個合理的做法 又不會覺得是完全預計不到的 但是怎樣也好 那個市場的反應當然是會頑皮一點 因為剛剛出的業績 其實本身都不是特別帥氣的 那麼業績之後再做一個先舊後新配股呢 所以都會令到股價是收押的 好 那就像你這樣說的 拿得多少 得多少 或者拿到還沒拿 因為它不同的方法都拿過錢 你11月那次就是公股 那時候是4元的 公完之後現在都只有兩個多 就是沒有了一半 所以你說是否再公到股集資其實真的很難 所以這次是走配股這條路 那配股 大家就覺得 它那個資金壓力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 問題是它又有自己三百多億的現金在 但是政府債其實就多了接近兩成 會不會其實它預見接下來自己 其實資金壓力會越來越大 所以好像你這樣說 現在拿到就拿了 會是的 其實在內房來說 始終整個行業面對著一個資金流的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說他們那個合約銷售 其實現在都是很疲弱 就這樣見旭輝來說都是那個銷售的數字 都是有所下滑的 這方面都會令到他們那個資金的回漏那方面 就是不遲如期 雖然現在來說政策面上是寬鬆 或者說有一些的擔保法債 但是現在來說都是不算太明朗的 所以在當市場來說 是有些投資者或者是都願意接貨 盡量去集資 未與籌謀去面對未來的新的挑戰 因為我們看到譬如說碧桂園 都在業績之前的一個月 其實都先行做了一個背股 當時都是同樣都有相同的折扰 都是超過大概一成左右的折扰 所以這次旭輝的那個配股 其實都是合理的 因為如果再用回公股 當然整個觀感都不是那麼好 因為未過一年的時候是連續的公股 所以這方面我想他們都不會考慮 變成就退而求幾次 就是這個先求後薪去配股 當中這個配售的雜資 也都不涉及大股東要拿錢出來的問題 即公股大股東也都要拿錢出來 現在就不需要雖然雜資今晚是少 但是我覺得都是一個 儲著一些蛋藥去為未來的艱難的環境 去做一個準備